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说现在创新其实主要集中在深圳那么制造 目前是一个向外扩散的趋势 可能现在比较扩散的地方是东莞 惠州 周围 湾区周边的这些城市 但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声音也在说制造业在向东南亚转移 您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吗 还是说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从方向上是正确 因为制造业的层级是拉开的很大的 比如我们现在说制鞋业 这是我们当年珠三角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领域 香包产业也是曾经很重要的领域 一般的小家电也是很重要的领域 这些到目前为止应该它是代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代 对吧 那么在这样一代当中当我们的人均收入持续提高之后 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向外移动 那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它和深圳和东莞形成的分工是完全不同性质的 那是在高端制造当中的创新和规模化制造的分工 这是在一个更大的制造业范围当中 从创新资本技术密集到劳动密集的话 当然我们其实要关注 我们移出的产业不仅仅有劳动密集 不仅仅有资源密集 也有一些技术性密集的产业在移动 这个移动跟全球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的移动有关系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也要注意的一个趋势 所以目前所谓的大家担忧的这个产业链转移的问题 其实目前不必太过担忧的 产业链是个形成很缓慢的一个过程 它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出口规模 第二它又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内市场规模 那么在这样一个两个条件下 它会要有时间 大家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 40年在大湾区建成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规模 它是不可能在短期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可能的趋势应该是这样 我们逐渐放弃低端 然后走向高端